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上了一部一部 内地和本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 户心300指数跌20点 中午收报3889点 上证中指跌12点 中午收报2941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78点 中午收报9667点 广告方面行指跌69点 中午收报26717点 国记指数跌39点 中午收报10507点 大市半日成交不够400亿 只有399亿 这个话题请Samuel和我们聊聊 Samuel 你好 Hello 志彤 先讲大市 继续被100天线顶住 曾经跌幅扩大到超过100点 期指结算日 今晚还有联储局议息 后市怎么看呢 何时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呢 暂时我觉得都可能会叫做 习幅上落先 如果今天 如果你说之后 去挨回26500点 或者26600点 这些相对来说 早前由9月中开始 做回来的环境区间的位置 就可以叫做 开始做一个短炒的情况 但是你说要等中长期 要有一个爆边的情况 都相对来说 就要给多一点点耐性 虽然一来你说 譬如今晚联储局议息的情况 已经预示了 起码都要减25个点子 但是变了 相对 我们会留意的 就是他们在议息会议之后 所用到的措辞 会是叫做偏夹 还是相对来说 是叫做温和一点 你说可能那些关键用词 会叫做包括 你说可能 会不会是和自己的目标区间 仍然叫做有少少差距在那裡 定义或是会保持 好像上次说 你说这几次的减息 不会是一个减息周期的开始 这几样东西 对于市场的情绪来说 那个变化都会有多大 加上特朗普最近也叫做有发问 说到美元处都仍然要维持 一个叫做负息率的情况 如果你说到时 那些预期或者你说 夹派那些言论 是叫做出来的话 都可能会叫做 对市场有一个提振在那裡 但是相对来说 本港或者中港股市 是叫做牛皮少少 尤其是你见到A股方面 走势方面 不是叫做太好 你说今日之内 都有叫做几个大的板块 相对来说 都会有一些龙头出发业绩 比如说内银方面 四大行招商那些 都会叫做出了业绩出来 而且你说可能 国售或者内险股 仍然都会有 同时内险都仍然是一样的 变成三大中资金融股 今日都会叫做业绩出来 变成市场的观望情绪 会叫做大一点 而且你说其他 比如最近炒得叫做兴起 那些基建股 或者你说电力股 都会叫做出业绩 因为变成今天的焦点来说 相对来说 是叫做分散多一点 但是在股价的表现上看 都仍然叫做有些分歧 所以你会见到 未来 只是会叫做 可能炒回一些业绩为主的股份 会叫做好一点 那未必整个板块一起上 比如可能见到内银 内险 这两个板块 今日那些股价 都叫做走 比较分歧一点 所以短期内 你说后市都会就业绩来说 是叫做炒回这些数字 短期之内 没有什么太大的憧憬 所以短期之内 我觉得都仍然是维持 你说26,500点 至27,000 这些位置 做回一个横距间 尤其是过往的时间见到 你见到估额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而且RSI今天方面 都仍然是比较回落一点点 所以短期之内 要多一点的时间去准备 尤其是你可能说 今日有一条新闻 你说中美的时候 未必可以说得及 在11月就签了首阶段的协议 虽然就未至于谈判破裂 但是你说到时要靠着 中美的谈判 或者你说中美里面的协议 去炒回相关的版块 都可能要一段时间 所以变了现在短期内 都是维持着一个横行架局先 好啊 讲完大事了 又讲了个别股份 我都要看国寿半日升幅最大 南丑升百分之三 我之前发了一个营起 刚刚上午即时也和Sandy 大约讲了国寿的部署策略 如果你看这份业绩 新业务价值甚至增长 比平保为之好 国寿是否显着转势呢 策略上 Sandy觉得阻力重重的 就算望到21元 你又认不认同呢 我也觉得 21元至21.5元 这些业务的水平是差不多 一来如果你看到股值上方面 现在暂时是0.58倍的每股 对内涵价值 如果比较6倍或者以上 至到6.5倍以内的话 相对来说 计算价位 都是21至21.5元 这些水平 而且之前也说到 新业务价值方面 的确比同业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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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现在是2成的增长 但是要留意一下 其实由第一季开始 已经是相计放缓了 由第一季开始 按年增长有2成8 去到上半年只剩2成2 去到今次9个月只剩2成 变成第二季和第三季相对来说 增幅有机会只剩10多% 所以未必可以看得太乐观 最主要是纯粹觉得市场 最近对于本身出来的业绩 例如平保或者之前的友邦 前景或者展望 都未必是太乐观的情况之下 如果新业务价值仍然有双位数的增长 就令到它可以有一个估值上的收条 所以暂时来说 这件事会是比较大的卖点 其他仍然是维持着上半年的策略 例如投资收益方面 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今次也叫做做得不错 再加上下半年 中国就着内险股方面 那个减税的情况 是有一个叫做 寬绵的情况在 变成这两件事 在支持今次 符合那个营起 上升了差不多两倍 这些水平 所以短线间 我觉得如果有货的可以先拿 拿到21至21个半这些水平 到时就差不多要设计股 好啊 谢谢Sammy 那么详细分析 都申报先 有没有持有上述淘宝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啊 谢谢Sammy 稍后回来做其他直播完事 稍后回见 稍后再见 谢谢 谢谢观看